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段告白的留言 我看不见苍白的永远 想坠入另一个陌生的世界 回忆车断了线 飞过一幕一幕心碎的世界 我念如灯一盏一盏的点燃 迎出你那张温柔如水的容颜 颤动的弦 像更自过的誓言 将你的名字深深刻在我指尖 时光如岁月末岁月的变迁 那时的我已经不在你身边 情侣的歌怕我翻牵了花瓣 诉说曾经拥抱着你的缠绵 那是一场风华雪月的祭典 草代夫回去 请 草代夫回去 谢谢啊 魂盈 梅瑶 你怎么这么不孝 既然不顾你爹的感受 竟然在他面前 总是伤害自己的事情来 成 难道你不知道 你爹看待你 比看待他自己还重要吗 难道你用这种方式 归报你爹对你的爱吗 爹 孩子 你干嘛 快起来 我知道我自己错了 我不应该一时冲动走 可是我已经认定 长安就是我这一辈子要死守的人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答应我们的婚事吧 我求求你答应我们吧 爹 傻儿子 上啊 赵老爷 梅瑶 快起来 梅瑶 赵老爷 梅瑶 梅瑶 可以用生命来守护爱情 我是一个男人 这个时候我不能再退缩了 我要对我们的感情负责任 将来无论你怎么惩罚我都可以 但是请您不要拆散我跟梅瑶好吗 爹 不要拆散我们 你这个臭小子 你这个臭小子 会得赵老爷这么欺重你 你却还梅瑶痴苦受累 你说你 你怎么对得起赵老爷啊 王妩 我没有事 你就别再责怪长安了 没有 你是个好姑娘 可是你爹她看不上我们长安 我们也不敢高攀不是 没有啊 你要看开一点 不要再做傻事了 你爹呀 爱你仙切的心情我是知道的 我理解 可是我看呀 你和长安还是算了吧 知道你们呀 这辈子有缘无分 爹 爹我求求您成全我们吧 我不想跟长安分开 爹 我答应你们成亲 你们起来吧 爹长安 快起来啊 赶紧过去 向你未来老正人信个大礼 就像爹呀 快起来 起来 快起来 梅瑶您起来 赵老爷 蝉子之家境贫寒 学业未成 配不上美瑶 如果您还不放心 把美瑶交给我的话 我愿意等 等到我能证明 有实力照顾美瑶的时候 您再把美瑶嫁给我 你这傻小子 说什么呢 赵老爷已经答应你们的计事了 还说什么傻话呀 你真是 你小子 有这样的志气 我也就放心了 美瑶用这种激烈的方式 来表达对你的感情 这让我很震惊 她连命都不要了 也要跟你在一起 我这个当爹的 也只能是同意了 爹 爹 谢谢你 美瑶 我跟常人接触之后 我知道 她是一个优秀的男人 人品很好 对你有真心 所以爹在答应你们的婚事 爹 赵老爷 你看 什么时候 把两个孩子的婚事给办了 尽快吧 好好啊 我这就回去跳个黄道吉日 让这小两口啊 尽早地拜堂成功 尽快 长安 美瑶 你把美瑶许配给人家了 这 你也决定得太仓促了吧 姑妈 对不起啊 都怪我太任性了 我爹他疼我 就只好医我了 你就别怪他了 你爹如果不点头 能成吗 妈 这 这感情的事情也勉强不来的 美瑶现在有了好的威宿 我们应该替他高兴才对 您就别埋怨舅舅了 都怪你 你要是不一天到晚点儿郎当的 把婚姻当儿媳 美瑶会选别人吗 好了好了 落花有意 流水无情 我看这两个孩子 真的是没缘分 我心疼啊 我舍不得美瑶这么好的儿媳妇吗 姑妈 美瑶 恭喜你找到了好的归宿 我衷心地祝福你们 能够永结童心 白头偕老 好 表哥的祝福 也未免太言不由衷了 我看你是在为自己高兴 以后不用再被逼着 跟我成亲了吧 没有 你不是要张罗婚礼吗 赶快去吧 那姑妈 你们慢慢聊 好 到底是哪家公子哥 强过我们家静时 无名小卒 不提也罢 静时 我跟你舅还有事 你先回去吧 好好好 那我先走了 舅舅再见 好 什么事啊 好 好 那我先走了 好 好 我先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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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也 让你去试试他一下 看他是不是真失忆了 jest 曾淡云 有位老朋友想找你聊一聊 姚臻生 你这个坏事 你干什么 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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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是你 曾淡云子们 疯疯癫癫的 看起来不正常 怎么会是你 静石说 他的神经不正常 我看应该是疯了吧 看他那模样 好像什么事都忘记了 疯了 你这个坏人 你这个坏人 崔平 你在这儿等着我 我去试试他 坏人 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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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肖很漂亮 能借我看看吗 我 大姐 你这肖 真的很漂亮 对了 你的孩子在那边 他还小 要是不小心掉下山崖 那可怎么办呢 我的孩子 对 就在那边 我的孩子 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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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里啊 妈妈来找你了 我的孩子 孩子 你在哪里啊 我的孩子 你在哪里 出来啊 妈妈来找你了 快出来 请问一下 你有没有见过一位 个子这么高 会吹消 头发散乱的瘦肉离子经过 有有有 那个女人呢 小孩子都想疯了 一直念着孩子孩子 然后就往那个地方走了 谢谢啊 孩子 你在哪里啊 别躲了 快出来 妈妈在这里 快出来啊 别躲了 快出来 十八年前 断牙那次摔不死你 今天我可要亲眼看到你断气为止 快出来 妈妈在这里 妈妈在这里等你 快出来 你是谁啊 我是不是见过你啊 你看起来 你看起来好眼熟啊 你 你认得我 曾大云 今天你遇到我们 就算你倒霉了 要哭要骂 去阴间吧 放开 放开我 别 你 放开我 啊 啊 啊 别 啊 他死了吗 一定要确定他活不过来了 这次 不能再有差错了 黛羽 黛羽 刘子昊 黛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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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刚才曾黛羽眼睛瞪得很大 四面停止我看呢 他 他会不会认出我来了 万一他把我们要杀他的事情 告诉刘子昊 那刘子昊 刘子昊到时候肯定不会放过我们的 有放心吗 现在曾黛羽说话颠三道四的 就算他说了 刘子昊也听不明白 就算他们真的找上门来 我们就来个死不认账 那又怎么样 只要他们两个活着一天 我就会提心吊胆一天 这万一阵声跟进食 知道十八年前发生的事情 那我这些年的辛苦 不都白费了吗 不行 本京是我怕的日子 我一天都过不下去 崔平 我了解你的心情 我会伺机而动的 我不只要除掉曾黛羽 我还要除掉刘子昊 随 Entscheidung 止了 你别行 放开 放开 快 别杀我 别杀我 你还有什么好什么的 别 别杀我 大人 别杀我 大人 别杀我 大人 别杀我 别杀我 大人 没事了 大人 子豪 你认得我了 你真的认得我了 我真不敢相信 你终于清醒了 大人 真是老天开眼的 没有让好人继续受苦 你终于清醒了 你终于清醒了 大人 我 好像 好像做了一个 好长好长的梦 梦里发生了好多事情 我头好晕啊 我怎么什么都迷迷糊糊的 什么都想不起来呢 大人 你还记得 你还记得念词 还有柱子吗 你说的什么傻话呀 我自己的孩子 我怎么会不记得呢 他们呢 在外面玩是吗 这 这是哪里啊 这 这 这不是我们的家啊 子豪 你头发 头 头发怎么白了 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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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豪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子豪 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做的不是梦 已经过了十八年了 十 十八年 我不可能 十八年 怎么会什么都不记得 什么都不知道 你骗我 你骗我 大元 他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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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我 十八年 十八年 十八年真的过去 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大云 别这样 大云 你不要这样子 我 大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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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蓉啊 爹 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我怕秀麒看见我风云而 За 所以只好在夜里偷偷 fø clichih 你挺着肚子已经够辛苦了 还要遮遮掩掩 天底下哪有这种道理啊 只要这孩子能够平平安安地生下来 我吃点苦不算什么的 爹 妈跟长安去省城 已经大半个月了 怎么都还没有回来啊 会不会被什么事情耽误了 别管他们 他们俩最好一辈子别回来 爹 您就是嘴硬心软 我就不相信 您一点都不担心妈跟长安 爹才不担心他们俩呢 爹 我还真有点担心妈跟长安啊 我也想去省城一趟 那我们去找他们回来吧 赵翠平 我死都不会放过你 赵翠平 大云 慢点 ia yeah 别笑我 大云 怎么了大云 你别怕 别怕大云 不要怕 你真的很安全 有我在保护你 不会有人伤害你的 大云 走 是 是你 是啊 你摔下山坡晕倒了 我把你救了回来 我 我全都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 那天你出门之后 赵志平 赵翠平他们来到家里抢孩子 我死都不给他们 我拉着孩子拼命地跑 后来跑不动了 我就把孩子他们藏到山坡里面 赵志平心狠手辣 非要助我于死地 避得我跌落断崖 可是 走 孩子呢 念慈 你不想起来 朱子 念慈 但别听我说 我被诬陷入狱十八年 好不容易重见天日 四处寻找你 孩子 到现在 我也没有找到念慈和朱子 你把朱子托付给我 我却没有把朱子给照顾好 对不起 对不起 大云 你 我对不起宝春琴 对不起你 别别别 大云 对不起 你快起来 快起来 别说对不起 你就死余生 差点连命都没有了 错不在你 错在赵处兄妹还有姚陣生 姚陣生 为什么他们作恶多端 横行八道 却可以逍遥快活 我们却要遭遇那么多的折磨 我们可怜的孩子都失散了 现在还不知道是谁是死 我们能够重逢 你能够清醒过来 这一定是老天爷 他要帮助我们了 我相信 赵翠萍赵志平他们兄妹俩的报应 就快来了 以前他们带给我们多少痛苦 我一定要加倍奉还给他们 以前那个可怜 懦弱的曾淡云已经死了 老天爷 从今往后 不惜一切 我要报仇 一定要让姚赵两家 付出代价 得到应久的报应 出发了 等会儿 看看吧 小梅 你看一下我们还需要买些什么东西 买吃的吧 行了 就想着吃啊你 我就说说嘛 带他回去了 我给你找点吃的 晏蓉 真的是你啊 美瑶小姐 这么巧啊 是啊 好巧啊 我是出来买些酒席用品 你哥应该都跟你说了吧 我 我哥 我 你怎么了 是不是不舒服啊 我 我没事 晏蓉 你脸色那么难看 还说没事 你先找个地方坐着歇一会儿吧 是啊 赶紧歇一会儿吧 来 慢点 坐下啊 我是选长安的爹 伯父您好 我不知道是伯父 真是失礼啊 您跟晏蓉一定是特意赶过来 参加我跟长安的婚礼吧 你怎么会认识晏蓉 是这样 上次晏蓉来省城找长安的时候 我们见过面的 晏蓉是长安的妹妹 我自然当她是我自己的亲妹妹啊 这小子真过分 怎么样 好点了吗 美瑶小姐 我好多了 谢谢你啊 爹啊 我们还是回长安的住处吧 好 叶蓉 那个地方太小太简陋了 我看你们还是到我家去吧 这样也能留下来喝我的喜酒啊 太忙碰了 不用了 我跟叶蓉啊 还要去逛一逛 好了好了 你们就别跟我客气了 都是自己人嘛 叶蓉 走吧 该来的早晚要来 也好 好 当面罗对面骨 我倒要看看这婚怎么结 伯父快坐 燕蓉 快坐呀 小梅 快泡上一壶上好的西红龙井 再拿点龙翠阁的点心来招待客人 是 快去 美瑶小姐 您不用费心了 这是哪儿的话呀 你们还跟我分彼此吗 燕蓉 我是一个独生女 从小呀 就渴望有个伴儿 现在可让我盼到你这个好妹妹了 你要是拒绝我这个做姐姐的心意 我肯定会难过的 那 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那就对了 好 哎呦 他说这么多的点心啊 一定是有贵客上门到喜 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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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赵家的驸马爷 还不赶紧过去 找大家伙真是认识 啊 好吧妈 我过去跟客人打个招呼 燕蓉 你长得这么标致 这上门提前的人可不少吧 其实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我们俩从小一块长大 像亲人也像情人 我们已经说好了 等他毕业工作稳定之后 我们就要结婚 好想知道 你的心上人长什么样子 改天介绍给我认识一下吧 干什么呀 怎么了 快跟我来 伯父 爹 怎么了 美娅小姐 燕蓉不太舒服 麻烦您找个地方 让她躺起来歇歇好吗 我真是糊涂了 燕子跟我回房间收拾一下 是小姐 丫头啊 你先坐在这里休息休息 爹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 爹跟燕蓉在里面 燕蓉和老头子 谁也会把这边打开 你怎么离开 我把这边走 我把这边都给你救了 你怎么会把这边走 你怎么会把这边走 我才会把这边走 你怎么回来 我到此前就说 你会把这边走 还要走 我真不知道天底下 怎么会有你这么混账的爹 你不帮儿子就算了 还竟然扯他后腿 我告诉你 老头子 你要是坏了儿子的婚事 我跟你拼命 你 禅 你跟我回去 给燕蓉一个交代 爹 你以为我想伤害燕蓉吗 你以为 我想亲手杀死自己的孩子吗 我的心不痛吗 可是为了成功 为了出人头地 我没得选择呀 这个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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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不起啊 我邀请他们住下来 参加我们的婚礼 可是 我爹就这个个性 怕麻烦别人 没错没错 他呀就大老催一个 上不了台面的 别理他别理他 对了伯母 我跟燕容真的很有缘 省城有这么大 我们竟然碰到了 燕容还说 他已经有喜欢的对象了 想会介绍我们认识呢 是 对了对了 我看你们俩的婚事 也别再拖了 抓紧时间办了吧 没有 你说呢 我恨不得 马上把你娶进门 那就按你们的意思吧 我爹他不会再有意见了 你说呢 我爹他不会再有意见了 我跟他有意见 我的 我叫你 你 我叫你 严蓉啊 这孩子太作怪 都几个月大了 还这么折腾你 真不听话 爹 我一点都不觉得辛苦 这孩子 在我肚子里一天天长大 我就觉得好踏实 好满足 倒是长安 一直都没有回来 我还真的担心他呢 担心什么呀 说不定他过得好得很呢 爹 不知道为什么 总觉得不寻常 感觉 好像有事情发生似的 你真是漂亮啊 可惜不是嫁给我们家靖石 妈 好了 好了 不说了 你姑爹啊 来不及参加你的婚礼 他要我跟你说 生恭喜啊 是我这婚呀 结得太仓促了 希望姑爹比见怪啊 美杨 恭喜你找到心上人 我祝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表哥 我也祝福你 早日找到你心目中的新娘子 别再让姑妈替你操心了 你呀 就踏踏实实当你的新娘子 别再害我被我妈骂就行了 好了 我帮你戴上头衫 好 来 长安 爹 还在给那兔崽子缝衣服啊 搁下搁下 吃点早餐 爹 我越想越不对啊 都已经过了两天了 长安跟妈 会不会发生什么事啊 我看 我还是去学校一趟好了 燕如啊 别去了 去的也没用 爹 这话怎么办呢 怎么说呢 难道你有事情瞒着我 爹一直不敢把事情告诉你 怕你承受不住啊 爹 你是说 长安他 想想这些年来 你为了供他读书 吃尽苦头 白天卖闲菜 晚上缝衣服 没有好好过过一天日子 还怀了他的孩子 爹 你是不是弃长安 不要我肚子里的孩子 他只是一时糊涂 他一定也很后悔 不要再为他辩解 忘了这个畜生 他就是为了赵小姐 哎呀 niemand